金子 给 你 不了 不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罗二妹有个傻儿子 叫王宝松 拿着牛粪当黄金 该不会就是他吧 我们是来找 罗二妹婆婆的 你就是她的儿子 王宝松吗 你 你认识我吗 也是认识我 可我不认识你 我懂了 你是我爸 妈 爸没死 爸回来了 爸回来了 等等 你别乱喊哪 爸 爸回来了 小孩 无理简陋 无便招待 两位请回吧 罗爷 是我 我是隔壁村的小鹿啊 说起来我还是您侄儿呢 小卓 婆婆 您这鞋垫纳得真好 滚 您 您老别生气 我们就是路过来看看您 给您放袋了 小 什么东西 没事 小虫子而已 小虫子 后生仔 枯木萤花三十六 敢问 您是哪一只啊 我叫陆总 清水江敦寨人 今天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下 有关我外婆 龙老兰的事 龙老兰 龙老兰是哪个短命鬼 我不晓得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好 好吧 是我们打扰了 小虫 我们走吧 小组 等等我 小组啊 我们就这么走了 如果能问出来 他早就说了 不过他确实是个育虫师 而且提到外婆的时候 性情突然古怪暴躁 应该不是普通的仇恨那么简单 问题是该怎么让他开口 还有那个小孩 进去后就不见了 我怀疑他养了虫女 虫女 我怎么没看见 话说 虫女是什么来着 虫女 就是将一虫植入年幼女子体内 培育控制的一种方法 被控制的女孩 通常致力衰退 身体受损 同无余生 喂 萧大师 明白明白 我们现在就过去 黄老爷子 盼来接应你的人到了 带你去见传说中的萧大师 龙老兰 你害死了我男人 又惹你孙子来羞辱我 真以为我洛二妹是好欺负的 你啊 滚开死不了 我 昨晚你遇到的那个人 正在给黄老牙那个败类解虫 那就看他 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您这屋里一看就是高然不知啊 这走的是藏风俱气 招财净宝的路数 不过好像有些缺损 最近家里没发生什么怪事吧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这难道是您的千金呢 天庭无瑕 目涌灵光 拿了 贵人之相啊 你这种江湖骗子 我见多了 快给我滚 不然我叫人啊 我看您印堂凹陷血气亏损 我看您最近还有关节肿胀 口中退胃症等症状 尤其是每日有时 仿佛万虫钻心痛毒欲伤 此乃恶虫轻体之兆啊 你胡说八道 有孩子 别担心 在下乃云山真传修行者 今夜相遇即是有缘 跟您打个五折 算您八千 八千 你不如让我去死 要钱不要命啊 有气氛 那给您打个折上折 七千九百五 怎么样啊 价钱还没摊好就晕了 亏本了亏本了 咦 折磨人却不群姓名 我从文派人的王派志 我从路是从文派员 你跟强和好文兴 想射兮 认如草丽 起 退 不 还有反射 这可以加钱啊 金哲 这小东西长得挺别致啊 看你一个漏网之鱼呢 兄弟 你没事吧 我本来也没事 萧大师 可算见到你了 原来是我客户了 刚才情况危急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哪